起初我都以为介绍K-ON是否在做第N集 看上去又不像,那些字又很像 内容好像不一样,那个叫做白铺鞍 会不会是吹奏簿 我们也以为是吹奏簿,又不是 就拿着电单车的叫做爆音少女 但大家一开始就说,很多人在日本那边已经说 这些剧情很像K-ON 我们想想起初也不太像K-ON 我起初就说这套,对我来说 我是在爆音少女和网上游戏那一套 我打算选择选择一套 但最终我选择了网上游戏,你选择得对 那网上游戏之后就会说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位監督西出淳宜都很熟 老邦三世,对上一次Dogdates,Glass Leap 大家都很向往那一套 有精神病的一套 我知道 我觉得他比迷家好看 真的好复 Glass Leap Glass Leap 和女人比较漂亮 没那么多这套 没那么疯 没那么多这套 随便吧 继续吧 其实之前这套未上场之前 日本已经访问过这位監督了 日本电单车协会有负责资料 还有资料赞助 整套电影是Yamaha Suzuki 那些牌子的名字都能够出来 而相对来说 那些资料是很齐全的 那就先讲讲故事 大家可能少看这套 因为香港银行电单车的人 不是少 不过见女生银行车 而且是中学生银行车 更加没有 那讲了 叫做优乃尚女子高等学校 不是那个问题 我知道日本是可以考一些绵羊仔的牌 但是那些电单车真的可以银行车 我知道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但是我不太清楚 都是要避开的 这些现实 这个学校就说 二十年前也有一个叫做电单车部 其实现在叫做似有横无中间 有一个部在这里 但是那个房间也没有人开 那个部有作用 也是代肺部那种朋友 对 其实类似的 有点像谦音那些 不过有一个叫做来梦学者 就带着同学 一句都不出 就整天在这里 像鬼影的出现 当然 他就说 这个是在二十年前 已经在这里 他的来梦学者 而他当时的同学 其实就是现在的校长 当然 最初也说 不想再开这个部 如果这个来梦学者 在这里看着这些人 就被他召开 对主角坐仓 他起初就不懂银行车 就去到电单车 就是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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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电单车 Ghost Rider 类似 这个电单车 甚至觉得有点像淫婦角色 因为他经常在喊 新淫 就说给多少人车车 被多少人坐過 你說錯了,是被多少人騎 他就說因為這個座倉是第一千人去騎 他就覺得值得紀念跟教官說自己多威 即是千人騎,不是千人騎 那不會威,是一車威,不是那個威 不知道,第一和第十二集都有這種情況發生 我也是問一個很認識的問題 在騎電單車之前不是應該要上學堂嗎 就在學堂也去到通道靈,令人害怕 然後學堂也認識了幾個人的天野 天野在家裡開電單車鋪 突然塞進水裡的車子 或者隔離塞制的車子 或者隔離雞的車子 即是他去撿垃圾的 類似的 他是Mookie 不是,他到Mookie 他是Lizu 有些Lizu的角色 Mookie的角色有 另外一個套中也就是Lin 其實跟天野有些冤家的角色 其實就像Mio 你都說了 冤家的角色又要自己拿著Suzuki 又要自己拿著最威 為什麽呢? 天野最喜歡拿著Yamaha 大家就來鬥來鬥去 其實這套東西 其實是K-1版的電單車版 另外還有一個大小姐 真的有大小姐給你的 他們是否喝茶 喝茶是少一點的 是有點心的 這個三支輪星 這家三支輪有限公司的大老闆 太子女 是專門出了管家 他就坐在旁邊的電單車那些 他說他很有錢 就算一架車跌入海 他也可以找一架直飾機 吊著另一架 讓他繼續駕駛 然後大家記得 通常大家知道 K-1版本就只有四個人 這裡其實有很多 有一個套著頭罩 不出聲的內幕學者 那個好老 有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也是瘋瘋的 曾經在第五集那裡 曾經駕駛電單車去自殺 放心 我看動漫作品 我一向都不會 在動漫作品裡面 所有的角色都是正常的角色 他在北海道那裡 駕駛電單車 因為被13個男生飛 飛完之後 就打算衝進去中谷壓 自殺 結果忘了中谷壓 原來是很淺的 結果只是掉到石頭 然後掉到石頭 然後就不死了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你明白 在所有動漫 沒有合小說 跌下去是不會死的 結果也是變成一個 癡女的角色 他喝了酒是會發瘋的 會對女人有憧憬 另外最後還有一個 第五個進來的角色 Ajusa 買時候吧 我知道 第二個又是一個雙馬的角色 不過樣子就不像Ajusa 我第一眼看起來 我以為為什麼 Niko跑進去過會場 我以為是 只是差不多樣子 那個叫千羽 原來是小學生的時候 已經是駕駛方程式賽車 即是女自駛 那些都是小路仔版的 所以就贏了冠軍 但去到這家學校 發現自己原來是五隻腳短 也駕駛不到正常的電單車 他們覺得有點complex 其實這個角色是第九集出現的 頭那四集 其實你又不要說他沒有劇情 但是他中間就說了很多 關於他駕駛電單車 一些很professional的知識 如果你不是駕駛電單車 就很糟糕 那現在的同仁本 都有些汽車知識 和同仁節D 我覺得這個是 作家自己的興趣 是的 大家都知道 這套Enemy 其實有些問題出來了 因為他曾經試過 因為他原作那裏 和同仁一樣 可能有機會出現一些法律的問題 因為他曾經中間 突然說一些 關於駕駛電單車 衝進去自殺 或者突然間 因為追不到那艘船 去到北海 打算坐去正心 坐那些渡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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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想著 那位萊姆學者 拿著一架12cc的電單車 就由馬道直飛上 到那艘船上 踩上去直飛 他就跌到那艘船上 另外那艘船 就拿著7-8cc 和那個管家 打算去駕駛飛 好像在海岸上飛 結果就飛到海 他就駕駛不下去 結果這些已經是犯法 不是這艘船特技 這艘船有很多 這艘船不是MISSION IMPOSSIBLE 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 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第七集的時候 有奇怪 一定要做校園制 電單車部 做什麼校園制 大家想想 我想三位都想不到 他做什麼校園制 因為說什麼 做得刺激地 就利用他們四位 當時還沒有那個遙遙 那是做什麼 就做了什麼 就做了一個 電單車賭博 就在那裡受注 在校內受注 而校長 因為他知道來夢 車很強 就特地不斷買下去 結果來夢 原來因為車有問題 結果四個人一起拍照到終點 結果最後就是輸那個 結果其實整場 因為有些古靈靈怪的過程 在中間混合起來 是變得很怪很怪的 沒有想過賭博 其實是會走到校園裡面 在中落開島 大哥 本身他的題材已經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加一些奇怪的 都很正常的事情 你認識到前面 又飛車 飛車突然衝到船上 這些事情都做出來 我覺得加賭博下去很少事 其實最後就加上千羽下去 就說他這個千羽 原來是懂得去比賽 原來他駕駛電單車也不懂 即是他正常的電單車也不懂 即是他要去考駕駛執照 他要去考駕駛執照 他要去考駕駛執照 因為他又駕駛不到 因為那些車他覺得他不適合 那些腳檔又不適合 他就連平衡都平衡不到 然後又跌到地下 然後又哭 他做到好像很傷口熱血 但奈何 即是第十一集去到 其實都覺得沒什麼意義 亦都去到第十二集 又是突然說回女主角的座瘡 又跟電單車又通靈 中間又說曾經看到一位駕駛電單車的耶穌 是聖哥傳 又說給他一個聖杯 又說救他一名 又說救過他其中一個 不是Saber 不是耶穌 很奇怪 他是故意想加很多東西 說真的 這套東西從日本回來 就有兩極 駕駛電單車的人 喜歡電單車的人 很喜歡看 因為他們覺得有很多資料 給他們 因為他們的油缸 怎樣排氣 怎樣去改裝駕駛 怎樣去令到駕駛排氣量增加 那些輪胎 他是做得很好 當然是做得很好 但這些看書 都可以 有些人覺得有女生的過癮 那有一集 那是想太累 那有一集更差 教駛車 你有汽車女郎 他有說 所以有一集說 那位電單車耶穌 就去買一本 關於電單車的 有女郎 不穿衣服的女郎的書 那他只是想看HC 那我剛才說 貢偉大不就看電單車知識 第二件事 還有一件很差的 就是 假道學 即是有少許這樣的情況 當然 其實他們只是看車鎮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 要不去看書 總之整套東西出來 就是輕音 比你感覺上是簡單 如果你說 我一定不可能不跟輕音比較 因為其實套路 根本就是輕音的套路 跟輕音套路 但只要是輕音 我預期有一個素人 去看這些東西 會接受到輕音 我知道任何 但是這個爆音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實際上太多的內力 而裡面那幾個主角 都不停領這些知識 在中間 難接受和難操控 所以有些人說 我完全不是電單車控 或者我完全不駕駛電單車 出現的問題就很大 所以這件事 就變成為何在那邊的反應 也本來以為 預期可以做到輕音的後果 還是結果出來 認識其犯 還有 四位女主角 看來看來 五位女主角 沒什麼 誰特別吸引 雙馬尾 雙馬尾 電短頭髮 原本的女主角 根本真是像Yui 另外那個女配角 千羽 根本是另一個Niko 那樣子 亦都是Mookie 其實情況太相似了 第一套得 第二套 通常你都想想 後果 這套就不一樣 這套就 他純粹是屬性 或者樣子 設定背景差不多 但他的題材不同 你不能說他要抄 不是說抄 真的太相似了 以及電單車題材 他做到好像經常在電單車上飛 那跟高校生的感覺上 有小許為和 我經常覺得感覺上 他們自己好像很 因為飛車 或者因為他們對電單車的知識而外 而做到有些 被人感覺低 他很難做到感召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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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不會說這樣 問題是 可能普通的電單車比賽 有熱血運動類型 但他不是 他不是比賽 最慘的是他純粹是開電單車 因為有些活動 有些運動 其實是不適合套 這些故事裏面 套了之後 就會變成 你很難去說通 任何細節 最終只能夠 去誇大一些東西 但誇大得來 就不會好看 我想大家很簡單 大家回想 最出名的 最當紅的學部 他們的東西 是沒有走出過學員 是學員裏面大家想像得到的 這件事其實 大家是可以驗證的 不過他就不停走出公路 因為他說他曾經有 當你說電單車已經走出了 還是學校不會這樣 用電單車給你玩 他這些像是青春片 就是頭D 你不要說頭D 是同一間學校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經常覺得 我經常見到他們 不停在套租 經常去旅行 只是想一些 例如學報制 那些 不吸引 其實那些 我都說了這樣 好了 下一部